首先向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的目道朋友 工作人员说声大家平安 下午小弟要用想起罪来 来做我们彼此之间的勉励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七节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七节 在新耶圣经的138月 八章第七节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第八节 于是又弯子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第九节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户人 仍然站在当中 这里主耶稣叫众人 来思考一个问题 也就是要思考罪的问题 当时的众人 都很想要拿起石头 要定这个淫护的罪 但是这个时候 主耶稣叫他们去思考罪的问题 你们当中 谁没有罪 就可以起拿石头 打死这个淫护 如果你们经过思考之后 相信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们面对这个当场被抓 行影的淫护 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比较客观的 因此圣经告诉我们 当时的众人 当时的众人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因为在思考当中 每一个人都说 我有罪 他既然我有罪 我就没有资格定他的罪 从这里 我们看见 主耶稣的一个智慧 从这里我们也看见 众人都犯了罪 曾如保罗所说的 世上没有一个艺人 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想起自己的罪来 才可以认清自己是不完全的人 自己也会犯错 做错事 说错话 想起自己的罪来 在我们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从小到大 我们不知道患了多少的罪 想起自己的罪来 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亏欠 在人的面前也有亏欠 想起自己的罪来 能够将心比心 自己也是罪人 哪有什么资格定别人的罪 想起自己的罪来 就比较容易 饶恕对方 饶恕对方对我们的一个不是 第一个我们要讲到 九正想起罪来 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的四十一章 创世纪的四十一章 第九节 我们从第八节来看 创世纪的四十一章 第八节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勤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 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手作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远解 第九节 那时九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第十节 从前法老恼怒陈朴 把我和上长下在 护卫长的府内的建议里面 十一节 我们二人同夜 各做了一个梦 各梦都有讲解 十二节 在那里 同时我们有一个 西伯来的少年人 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 圆解 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 从这里 我们看到 上长 他想起他的罪来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这个今日 也就是这个时候 法老做了一个梦 而且让他心里非常的不安 所以一早 在第八节 告诉我们 法老心里不安 就拆钱人 来招国中的术士 跟博士 当然这些术士 是张普的 是光天象的 而这些博士呢 是博写多文的 有智慧的人 从这里 法老为了想要知道 梦的内容 所以召集了国中的术士跟博士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术士 博士 却没办法为法老解梦 因此 九正 就想起他的罪了 他的罪是什么 因为他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 而且跟上长 还有同耶稣 关在同一个监狼里面 有一天晚上 他跟上长做了一个梦 当然梦的内容是不一样 但是梦了梦之后 都有讲解 因此 约瑟看到 九正跟上长 面带丑拢 就近前问 他们两位 原来 他们做了梦 但却不知道 梦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时候 约瑟就为九正跟上长来解梦 我们来看四十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 树上有三根子子 好像发了芽 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十一节 法老的碑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碑里 将碑递在他的手中 十二节 约瑟对他说 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节 三根子子 就是指着三天 十三节 三天之内 法老必提你出坚意 叫你光复原子 你仍然要递碑在法老的手中 和先前做他的酒阵一样 十四节 当你得好处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诗恩于我 在法老的面前提说我 就我出这个监意里面 十五节 我实在是从西伯来人之地 被拐来的 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 叫他们把我下在监意里面 这里就是约瑟为酒阵跟上掌来解梦 真的 这个约瑟 替酒阵解梦之后 他三天之后 就被提出坚意 而且光复原子 他仍然在法老的面前来服侍法老 仍然地悲给法老 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法老这个酒阵的这个罪在哪里 十四节 约瑟就跟他说了 当你得好处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诗恩于我 在法老的面前提说我 就我出这个监狱里面 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 最期望的就是 有一天能够被释放 离开这个监狱里面 因为监狱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地方 看不到明天的一个未来 而且这边他也告诉上长说 我是被拐来的 其实他是被他哥哥卖掉 卖到埃及 卖给这个部位长菩提法 在菩提法家中来当奴隶 当仆人 而且他说没有做过什么 叫他们把我下在监狱里面 的确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 是被祖母陷害的 不是因为 约瑟犯了罪 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九正 他想起他的罪 从这里 第一个 他忘记了 约瑟的恩典 第二个 或许他有承诺 约瑟或者没有 第三个 他没有纪念 约瑟的一个恩惠 至少约瑟在监狱里面 有替你解梦 而且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 面带丑拢的时候 约瑟主动来解决你的难题 其实最关键的 其实是神的时候 是神的时候 也是神提醒九正 让他想起他的罪来 就是忘记了约瑟这个罪 因此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即将要离开 他一个困难的一个 监狱的一个生活 要结束 时候到了 神要高升这个约瑟 因此在十四节 四十一章的十四节 这边告诉我们 法老随即拆遣人去招了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狱 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赏 进到法老面前 十五节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十六节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从这里我们看到 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愿意将这个解梦的功劳 归功于神 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 不在乎我 乃在乎天上的真神 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因此这个时候约瑟脱离了苦境 因此在三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 法老和他一切的臣服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服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因此法老就高声约瑟 甚至叫他统治埃及的全国的人民 来治理埃及前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因为九正想起了自己的罪 因此这个约瑟也能够脱离这个苦境 甚至神提拔他高声为埃及的一个宰相 埃及的一个宰相 第二个我们要讲到 犹大想起罪来 当然我们不是讲 跟从主约书的犹大 乃是要讲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 第四个儿子叫做犹大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三十八章二十四节 创世纪的三十八章二十四节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他妈做了妓女 且因形有了身孕 犹大说 拉出他来 把他烧了 二十五节 他妈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请你认一认 这孕还有袋子 并且葬都是谁的 二十六节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为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是啊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 这里谈到雅各的儿子 第四个儿子犹大 当然 以当时的背景 长辈有权力处使家中 形影的人 而且可以用火来焚烧 这是在当时的一个背景 是合法的一个刑法 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犹大 其实就跟他的一个媳妇了 当然他不知道 那个继女是他的一个媳妇 在这边说 过了三个月 过了三个月 犹大犯了什么罪 他全部都忘光光了 而且这时候听到 他的媳妇 有人跟他说 当了妓女 而且怀了这个生命 这个时候 犹大听了非常的气愤 他就说 把他拉出去 用火 火火的把他烧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犹大 自己犯了错 没有自我检讨 而且看到自己的媳妇 有声音 却不知道自己 是自己造成的 而且看到犹大 双崇的标准 应该是要宽以利己 言以待人 反而是 他对待别人 非常的严格 我们说应该要严格的 管理自己 宽以待人 但是 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面对这个事情 他将他的媳妇定罪 要把他活活的烧死 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那边告诉我们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了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此 当他马要被拉出去 被处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 幸好他马有智慧 我们来看 二十五节 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请你认一认 这是他马的一个智慧 这个东西 还了他马的一个清白 因此 尤大才知道 原来是他辜负了自己的媳妇 因此在二十六节这边告诉我们 尤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为有益 因为尤大曾经承诺 他马这个媳妇 等他的儿子 这个世拉长大了 再娶他为妻 我们来看三十八章的十一节 三十八章的十一节 尤大心里说 恐怕世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儿父 他马说 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管 等我儿子世拉长大 他们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 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尤大最大的儿子 这个起了这个他马 但是因为他行了 耶和华眼中的二事 神就让他死 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 也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的二事 这个尤大的第二个儿子 也相继死亡 但是最小的儿子 世拉他年纪最小 这个时候 尤大当然有私心 怕他的最小的儿子也死亡 所以他就跟他马说了 恐怕他就在十一节这边说 尤大心里说了 他心里想 恐怕世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的媳妇说 他马不如你先回去守管 等我的最小的儿子长大了 再娶你 可是都没有 已经承诺他马的事 没有立行这个承诺 没有兑现 这个就是犹大的一个罪 因此犹大叔 他承认说 他比我更为有益 其实这个更为有益的事 就是说 在这个传宗接待 这件事情 他马比我有益 他更重视这个传宗接待 当然公公跟媳妇 是发生了乱伦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这里 26节 尤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为有益 当然是指着 在传宗接待当中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 非常注重这个代代相传 如果长子没有后代 或者长子死了 就是要娶 第二个儿子要娶 这个大媳妇 如果大媳妇 仍然还没有孩子 这个小的儿子 要娶这个媳妇 也就是最重要是 承宗接待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会比较清楚 生命记的25章第5节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立法的规定 一直到了摩西的时代 才有立法的规定 生命记的25章 生命记的25章第5节 生命记的25章第5节 这篇文章第5节 这篇文章第5节 文章第5节 这篇文章第5节 也就是要让这个家族 让死去的这个长子 有这个后代代代可以相传 这是一个当时的背景 第三节 第三个我们要讲到 这个彼得 彼得也想起他的罪来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8节 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8节 我们从第4节 我们从第4节来看 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4节 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床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第5节 西门说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找什么 但一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第6节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的鱼 网险些裂开 第7节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 来帮助 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传要沉下去 第8节 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耶稣的期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在这边讲道 主耶稣讲完了道理之后 就对彼得说 要不然你们开船到 比较水深的地方 而且在那边下网打鱼 当然这个时候彼得就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找什么 我们知道彼得的专业就是补鱼 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 更是他的本行 他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抓到任何一条鱼 但是他们愿意顺从主耶稣的话 他们就牵住了许多的鱼 甚至这个网子 快要裂开了 而且请隔壁的船来支援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喜门 西门彼得 看见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第八节说 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耶稣的跟前 说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们看到彼得的一个称呼 原本他称主耶稣是夫子 只是一个讲道的老师而已 可是当他愿意顺从主耶稣的话 到水深处处来撒网 网了许多的鱼 这个时候他改口 说主啊 他深深的了解了主耶稣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乃是天上的真神 他的话是有钱柄的 主耶稣能够胜过人的专业 主耶稣能够胜过人的恩赐 主耶稣更能胜过人的本行 这个专业恩赐本行 这个都是彼得的恩赐本行啊 因为他是靠抓以为生的 理所当然应该是比主耶稣还要有经验 但是主耶稣乃是天上的真神 他胜过人一切的专业恩赐本行 因此彼得在这里心服口服 看到主耶稣的全能跟能力啊 主耶稣的话有钱柄有能力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乃是天上的真神 因此他就在这边说啊 主啊离开我 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或许当主耶稣跟他讲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他心里有一些疑问 不相信主耶稣啊 能够罔助这么多的疑啊 或许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因此他在最后的时候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彼得想起自己是罪人 但是却可以显出神的能力跟情比 也看出彼得的不配 甚至内心的一个污秽 对神的一个不相信啊 当然在旧耶也有记载一个人物 以赛亚先知啊 以赛亚先知啊 有一次他看到了神啊 他说啊祸哉啊 我是一个嘴唇不圣洁的人 也住在这个不圣洁的民宗啊 他在那边哀哉啊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封的那年 我见足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跳到第五节 那时我说祸哉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坐在嘴唇不解的民宗 又因我眼睛看见大君王 望君之耶和华 以赛亚先知 亲眼看到天上的大君王 耶和华真神啊 他说我有祸啦 我要准备灭亡了 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圣洁的人啊 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站立不住 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许多的亏欠 可以显入我们心思意念的许许多多的一个污秽啊 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 他自己承认啊 他是嘴唇不解的人啊 为什么嘴唇不圣洁 相对心里是不圣洁的 讲出来的话就是不圣洁 因此心思意念的不圣洁 能够透过这个原意 在神的面前 人真的是站立不住啊 显出自己的污秽 就好像彼得一样啊 主啊离开我 因为彼得想起自己的罪了 在主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那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彼得的一个软弱啦 彼得一个软弱 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这边是记载主耶稣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苦碑 要被工会的人抓去捆绑 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当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 就跟众使徒这么说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三十一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言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木了 羊就分散了 跳到三十三节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言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三十四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夜计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三十五节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 从这里主耶稣已经警告彼得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是在彼得的心里 他认为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 而且彼得在三十三节这边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言故跌倒 我却永远不会跌倒 我仍然跟从你到底 别人会跌倒 别人会失败 我不会 我会紧紧的跟随你 甚至 必须和你同死我都愿意 当然我们知道 彼得不知道 他自己的软弱是什么 他的软弱是什么 看到这个环境改变了 自己的主人被抓了 这个时候 他的软弱才会显出来 当主耶稣还没有被抓的时候 他的处境是刚强的 而且对自己是非常有把握的 信心十足 不可能为主耶稣的言故而跌倒 就算跟主耶稣同定在十字架 也干业 但是我们看到 到了后来 我们看到彼得 他为什么痛哭 当然我们知道 彼得出去痛哭 还有救 表示他深切的认罪悔感 感觉自己真的是无用 只会说大话的一个使徒 但面对事情的时候 却没办法解决事情 却没办法得胜 反而跌倒失败 离开主耶稣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十四章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 七十一节 在新耶圣经的七十一月 七十一节 彼得就发奏启示的说 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 当然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了 七十二节 历史基教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基教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就哭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彼得 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整个发奏启示 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 不承认自己跟过主耶稣 别人问他 他发奏启示 他发奏启示 他发奏启示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所讲的话是不真实的话 甘愿被受咒诅 发奏启示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言辞 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 他就想起他的罪来 想起主耶稣跟他所说的 基教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这时候的彼得就出去痛哭了 为什么自己如此的软弱 不堪一己 当然我们知道彼得跌倒之后 能够再一次起来 这个是好的 能够出去痛哭 认罪悔改是好的 不要自暴自去 能够重新再站起来 出去痛哭是有救的 这个就是彼得想起他的罪来 后来当彼得得到圣灵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一样 不怕死 他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 跟这个兵丁 这个手链锁在一起 他也能够安然的入睡 因为他已经得着力量了 主耶稣让他重新得力 借着圣灵的能力 他可以放胆地讲道 不怕被抓 甚至在监狱里面 也能够活出神的一个荣耀 第四个我们要讲到的 这个保罗想起自己的罪来 其实我们很熟悉保罗的一个事迹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比众使徒格外的辛苦 为什么他比众使徒格外的辛苦 因为在他的心里面 他常常提醒自己 他是一个罪魁 罪魁是什么意思 罪人中罪坏的人 罪人中居首位的人 作恶多端的人 因为他曾经是迫害信耶稣的人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 在他的一个事奉的过程当中 他从来没有忘记 他是罪魁 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 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 在新耶圣经的两百九十七页 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 是我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十六节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 身上写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保罗永远不会忘记 他是一个罪魁 他是一个罪魁 也就是他一个服事的一个动力 他为什么愿意比众使徒还要劳苦 甚至不为生命的危险 来传扬神的福音 因为他没有忘记 他是罪魁 他是罪魁 他是罪人中最坏的罪人 他是不配的 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罪魁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因此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那边告诉我们 他这样子自己勉励 他说对神对人 是一个常存无愧的良心 这就是保罗 保罗的一个服事的精神 就是他想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如果今天没有主耶稣 他仍然是活在罪中 因此罪魁在他心中当 变成他一个服事的一个动力 不管传扶音多么的艰难 多么的危险 多么的难传 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 他都愿意 这个就是保罗 为什么格外的劳苦 为什么竭尽所能 要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忘记 他是一个罪魁 他想起他的罪来 而且借着这个想起罪来 成为他侍奉的一个动力 侍奉的一个力量 让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力量 有一位姐妹姓童 同姐妹在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她是后来来信主的 因此她的家中 除了她信主之外 其他的家人都没有来信主 还记得她还在试的时候 她变得很喜乐 而且身心非常的愉快 如是重负一般 其实她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她犯了严重的罕见疾病 四处求医都没办法得到医治 她整天躺在床上 身体渐渐衰弱 甚至呼吸困难 当她最痛苦的时候 也就是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 她听到一个坏消息 她的先生因为没有信主 没有道理的一个耶稣 当她病情最严重 而且她身心里最痛苦的时候 听到她先生 外面有第三者 就是有外溢 外面有女人 她的丈夫背叛了她 因此她非常的痛苦 痛不欲生 身心里都极其的痛苦 当然弟兄姐妹知道了 就去关心她 去安慰她 甚至为她来带导 讲见证给她 讲什么见证 讲老术的见证 讲完老术的见证 那一天起 她好像如是重负一样 整个心都开了 整个人喜乐了 而且她就用微小的声音 跟来后来关心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都是罪人 为什么我们不饶恕了 我们凭什么 凭什么不饶恕了 我们有什么资格不饶恕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她完全的释放了 她完全的可以坦然去面对 她先生没有信主 她先生背叛了她 外面有女人 但是她愿意选择饶恕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要像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三十七节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 六章的三十七节 在新耶圣经的八十六节 在新耶圣经的八十六月 在新耶圣经的八十六月 等于释放了自己 释放了别人 也能够释放了自己 所以她能够坦然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虽然对她是极其的不公平 但是她愿意遵守神的道理 愿意选择饶恕最亲爱的一个先生 虽然先生背叛了她 但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关心 借着见证 借着神的话语 让我们得着力量 当我们想起罪来 我们是不是有好好地反省自己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想起自己的罪来 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对付我们所犯的 罪有用心对付我们的软弱 是不是达到神一个的要求呢 是不是常常将自己的软弱 将自己的一个罪 放在祷告当中 能够功克己身 还是依然故我 继续软弱下去 继续犯罪下去 不愿意离开自己所做的恶劣 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要学习到神的教训 在疫情当中 我们应该要得到更多的益处 跟造就才对 借着这个疫情 让我们再一次想起自己的罪来 当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罪来 我们就要好好地功克己身 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来支持我们肉体上的一个私益 邪情 能够达到神的标准 能够合乎神的一个要求 当然这个疫情渐渐缓和 而且在月底要降到恶极 那是不是我们能够更加奸细的 这个实体的聚会 我们要从这个疫情当中 要想起自己的罪来 也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 不断地借着圣灵 借着神的话语 来修正我们的言语行为 或者我们心思意念的罪 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能够脱离这个罪的一个辖制 让我们不断地成长 能够达到神的一个要求 互相勉励 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八十九首